下面这个我们就把它过一下 是吧 咱们同学是必修课 投资专业没得选 是吧 你喜不喜欢它 你可能作为一个知识技能 是吧 职业选择 你可能都要学习它 你喜欢也得学 不喜欢也得学 当然更多的时候 我们就说 即使你不从事衍生品这个行道 你可能作为一种避险工具 掌握它也是非常好的一个 那之前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 主要的风险就是这些 一个是股票 刚才还有一个股票市场的 没说 股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还有外汇利率 还有商品 另外我们还跟大家讲过 信用衍生品主要是规避什么 违约风险 下面我们看一下 之前的这个地方 我们在什么里面提到了这个 还记得吗 那个饼图 是不是 就是你会发现 衍生品四大类 那它们到底是在什么标底上面 最流行或者最主流呢 我们这地方给大家稍微列一下 你可以回忆一下刚才那张饼啊 第一个远期 我们说那个利率肯定远期是一块 还有什么 外汇 那那我们说了 还有一块 我们没有提到的 在那饼里面没有的 但是在远期里面也有的一个叫什么 能源 大家知不知道有段时间 那个全球还囤油呢 你知道吗 就是包括一些 我知道的很有名的金融机构 摩根啊 高盛啊 因为大家知道油比较好囤 为什么啊 对 找个坑啊 弄个桶啊 就可以装 是吧 它不像天然气啊 往哪弄啊 是吧 就是它会有很多的 这个 那当然这些金融机构囤积能源产品 也都是为了所谓的投机吧 是吧 就类似于这样子 但是我要求大家知道的就是它最有名的是外汇远期 还有什么 利率远期哈 那期货呢 哎 期货我们见过了利率期货合约 外汇期货合约 CME的第一个对吧 啊 还有什么 啊 还有股票指数 期货合约 还有我们说我们的 起源那是什么呀 商品 农产品现在虽然不是很主流了 但是它还是很重要的一块哈 互换呢 59% 59点多的那是谁 利率还有谁 哎 外汇哈 那其他在互换里面都不是很有名了 那你就给我记住利率和什么外汇啊 那下面期权 还记得期权里面肯定有利率期权 还有什么 外汇期权啊 但是不太多 那我们在这学期里面我们可能没办法给大家讲什么利率期权 因为利率期权比较麻烦哈 那我们给大家讲的实际上就是股票期权啊 当然还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说还可以把股票指数或者是指数作为期权的标底 所以你会看到什么期权啊 指数期权啊 当然说老师我能不能把期货作为期权的标底啊 可以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期货期权啊 因为咱们课程经常同学说期货期权 其实期货期权就是一个期权标底是期货啊 嗯 下面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说最最主要的衍生品的功能是什么 避险 那我们这边给大家一个 嗯 例子 就是说你看一下到底这个避险里面有哪些用户或者是角色 他们在这里面主要是避险或者它会涉及到什么样的一个风险啊 大家看一下第一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终端用户啊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公司你熟吗 对叫什么 丰田是吧 你觉得丰田公司它会涉及到什么样的风险呢 嗯 我们说最重要的就是说 很多的日本公司他们的车都卖到了什么 美国去 我敢保证咱们班同学如果有人去美国留学的话你买的第一辆二手车一定是日本车 因为又便宜又省油啊 啊 那我们说那他卖到美国去那他肯定就获得的是什么收入呢 呃 美元收入那他必然会关心美元和日元的什么啊 这个汇率的问题哈 当然同学说老师那是不是日元对美元呃这个涨就好啊 也不一定啊因为日元对美元呃的话车就贵了嘛对不对所以就看你怎么算了哈 嗯 第二个我们说是一个很有名的航空公司是吧 我们说航空公司担心什么呀 航空公司担心飞机掉下来是吗 对那个更重要是航行的安全是吧 那我们说还有一个就是所有的航空公司他们都面临一个巨大的风险叫航油价格风险啊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哈 这也不是说英国航空公司所有的航空公司都是这样的哈 那第三个大家可能平常不注意的我们说在美国的养老基金也是非常非常有钱的哈 在美国有个很有名的养老金计划叫什么401啊对 嗯 那我们呢我们这是社保基金是吧 当股市不好的时候我们天天关心是吧 尤其宋老师炒短线的 哎呀这个社保基金什么时候入市啊 社保基金什么时候入市啊对吧 那我们说社保基金他入市是有严格控制的 因为他不能把你的钱炒股了到退休了以后就怎么样 哎没有钱了是吧 那我们说养老基金他在就是运作的时候他可能更多的是干嘛 大宗存款啊委托存款呀买债券呀是吧 所以我们说所有的养老基金他更多的时候就会面临到一个利率波动的一个风险是吧 那还有一些人我们说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般的投资者对吧 我既不是丰田公司我也不是国行是吧 我我也没有社保基金管着对吧 但是我就想了说哎是不是 呃我做了很多功课是吧 研究了各种因素是吧 证监会换主席了是吧 我们的油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怎么样 哦我发现啊黄金到底了 那我可能会有各种关于这个金融价工具价格的变化 完了我怎么样 赌嘛是吧便宜了我就进去 贵了我就出来是吧我们说这也是我们的终端的用户的一种角色啊 那剩下这边我们说了我们把它称之为衍生品的交易者啊我们用的是这个 dealer啊那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呢 我们说他本身从事的就是衍生品交易 但他的衍生品交易更多的不是出自于 自己自身业务的需要啊 而是为整个衍生品交易提供流动性 或者他本身就是带有金融这个叫什么金融业务特点的 那我们说这些人是谁呢 这些人就是我刚才我们所说的在哪个市场里面的主要参与者 OTC是吧 他是大型的商业银行还有我们的投行还有我们的保险公司是吧 我们的什么基金公司等等等等是吧 另外大家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可能有些东西就是一个集团 他里面什么都有是吧 你都说不清楚他是干什么的啊 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在这里面还有一部分人 他们专门就是通过为别人提供流动性来赚钱的 这帮人叫什么 做市商 那我问你做市商赚什么钱 他们说做市商赚差价 那他怎么样赚差价呢 是不是像投机者一样先买后卖先卖后买呢 在你们的投资学里面做市商他是怎么样开展业务的 不是我们说做市商他是属于主动报价的明白吗 就是他报买价bid报卖价offer是吧 那如果你要想买你就跟他做对手你要想卖就就要做对手是吧 所以大家会发现做市商是一个他应该有什么 得有钱对不对 手里还得有存货 另外他会发现如果他买了对吧 很多人卖给他他买或者很多人买他得卖 他中间要承受一个巨大的一个风险是什么 存货风险对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说做市商要求非常高的一个存货风险控制 当然我们说全球范围内如果你要想当做市商都要受到一些监管机构的考核给你发牌照是吧 他们开玩笑说给你发一个什么牌照呢 美眉的牌照是吧 MM 完了你就可以当什么啊 做市商了 如果你表现不好经常恶意报价是吧 价差非常大 最后没有人买你的也没有人卖你的 那你总是这样不听话的话 那我们就把你做市商怎么样 取消掉了啊 就不让你干这个做市商了啊 那大家会发现当这个市场一边倒的情况会不会在做市商市场出现 如果做市商都很规矩的话 是不会的是吧 因为做市商是一个主动的买盘和主动的卖盘是吧 是是是这个样子 当然还有一个我们就说如果这个做市商市场里面做市商很少 对吧 他开独家买卖 好不好 不好是吧 他说中间赚十块就赚十块 他黑心说赚一百块就得赚什么啊 一百块 那我们说如果有三个五个七个八个做市商 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时候做市商是怎么样 做市商和做市商之间竞争是吧 假如一会下课 宋老师去食堂吃 今天就要吃馄饨 哎那个食堂就卖十块钱是吧 宋老师觉得太贵了 哎跑到另外一个地方 西区食堂啊 那边的馄饨卖五块钱我就买他的是吧 那如果要是没得选的话就没有了是吧 就是我们所说的做市商之间 他的第一个是存货风险控制很重要 还有一个 就是做市商之间的竞争 很重要啊 那大家不知道在投资学里面 老师有没有讲到一般情况一个市场 大概理想的做市商是几个呢 三个或者五个或者七个 好像更多的就不一定有了啊 大家听到这个做市商是觉得特别神奇 大家买没买过外汇啊 对你到银行里面 那银行都是什么啊 做市商 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换的比较多的话 是不是应该考虑考虑这个银行的外汇报价和那个银行的外汇报价 其实差别是蛮大的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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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